大家平安 我就是和大家分享保險法律問題就非常喜樂的大寶法王Johnny 上禮拜法王接到一位粉絲謝小姐的來訊 他向雇主責任保險的保險公司想申請一份保單的副本 結果竟然被保險公司拒絕了 請法王一起為他想辦法 我們一起來看看謝小姐到底遇到了什麼狀況 謝小姐是快遞公司的員工 某一天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因為發生車禍受傷 雇主公司相當的不錯 馬上開出了事務證明給謝小姐 並且通報了雇主責任保險的保險公司 雇主責任保險的保險公司 也開出了以賠同意書 以及賠款的理算明細 給被保險人以及謝小姐 但是因為雙方對於謝小姐的醫療費用 還有附件費用還在協商當中 所以雙方沒有簽訂最後的和解書 保險公司也還沒有理賠 謝小姐為了更加了解自己的權益 想要知道雇主責任保險的承保範圍 到底有哪些 於是他向保險公司請求給他一份 雇主責任保險的保單的副本 但是保險公司卻說 謝小姐不是雇主責任保險的保險契約當事人 也不是保險契約的利害關係人 所以拒絕給他保單的副本 謝小姐於是詢問法王 有沒有辦法幫他取得雇主責任保險的保單的副本 來保障他的權益 答案是有辦法的讓法王慢慢分析給大家聽 首先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保險公司會說 謝小姐不是保險契約的利害關係人呢 保險法有規定 只要是保險契約的利害關係人 都可以向保險公司請求保單的副本 但是保險法卻沒有規定 利害關係人的範圍到底是什麼 一般來說保險契約的被保險人 還有有權請求保險理賠的人 例如保險契約的受益人 或者是其他有權請求保險金的人 都可以算是保險契約的利害關係人 這個案子所牽涉的是 雇主責任保險 也就是雇主的員工在發生事故 導致雇主對員工有賠償責任的時候 這個賠償責任由保險公司來幫忙負擔 所以雇主責任保險的 藥保人和被保險人 都是雇主 雇主的員工 基本上不是保險契約的當事人 或者是關係人 但是關於責任保險 保險法有特別的規定 只要被保險人 對於第三人的賠償責任確定的時候 這個賠償責任確定包括 法院判決被保險人要負擔賠償責任 或者是被保險人和受害第三人達成和解 而承認自己有賠償責任的時候 第三人都可以直接向責任保險的保險公司 去請求禮賠 這個案子因為謝小姐關於醫療和附件費用 還在跟雇主以及保險公司協商當中 因此謝小姐跟雇主還沒有達成最後的和解 當然就不符合保險法裡面可以直接向保險公司請求禮賠的要件 所以保險公司才會說 謝小姐還沒有取得對保險公司直接請求禮賠的權利 因此謝小姐不是保險契約的利害關係人 那麼謝小姐在雇主的賠償責任還沒有完全確定的情況下 是不是就沒有辦法取得保單的副本呢 答案不是的 謝小姐還是有辦法取得保單的副本 法院的判決有說過 可以向保險公司請求提供保單副本的利害關係人 是可以個案認定的 也未必需要是確定有保險金理賠請求權的人 在這個個案裡面 謝小姐對於最後的保險金額 雖然還沒有跟雇主以及保險公司達成共識 但是雇主已經開出了事故證明 保險公司也開出了理賠同意書 謝小姐的理賠請求權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 只是金額多少的問題 也確定謝小姐未來可以直接向雇主責任險的保險公司 直接請求保險理賠 因此不能說是謝小姐跟雇主責任險的保險公司 完全沒有利害關係 在這個個案裡面可以認定 謝小姐是屬於雇主責任保險的利害關係人 謝小姐當然可以向雇主責任險的保險公司請求提供保單的副本 這樣子大家都了解了嗎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保險市場上各種似是而非的觀念 為大家指引迷路點起銀燈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忘了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並且按一下小鈴鐺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